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赛斯资料 我们会讲赛斯资料的一些简介 它的成熟背景 作者曾罗伯兹的生平 还有最后是麦克老师 关于系统学习赛斯资料的一些建议 赛斯资料我们都知道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知识体系 它可以说奠定了新时代思想的地位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知识体系 影响力极为的深远 在赛斯学习的过程中 经常有朋友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发现 几乎你所有想到的问题 都能在赛斯资料里找到答案 赛斯资料是分四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列出来了赛斯资料都包括哪些内容 一共是30本书 有赛斯书 也有曾罗伯兹写的和赛斯相关的书 那么总共呢 非常大的一个篇幅 690万字 那么它的跨度呢超过了20年 从1963年开始 一直到1984年 真罗伯兹去世 在去世前的一周还在写书 那么下面呢是一些中文和英文版的 一些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的一些赛斯书的图片 这个并不全 真罗伯兹的部分作品 第一本呢 1966年 叫The Coming of Sass 赛斯的来临 或者是如何发展你的超感知力量 或是实习神明手册 这是真罗伯兹有关赛斯的第一本作品 The Sass Material 灵界的讯息 或者我们说的赛斯资料 这个呢是非常有名的 记录了大量的和赛斯传讯的内容 但是赛斯真正的意义上的第一本赛斯书呢 是灵魂永生 The Eternal Validity of the Soul 这是1972年写的 这个也是赛斯第一次主动明确表示 他要来写一本书 包括他的序 还有各个章节的内容 都是赛斯自己规划后 很严谨的一个表达 那么下边 超零七号的教育 这是真罗伯兹的三部曲之一 《个人识相的本质》 是1974年写成的 这一本书呢 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特别在这个心理学的领域 可以当作一本心理学的著作来看 《意识的探险》 还有下面是一些诗集 《灵性的政治》 或者说心灵政治 《保罗赛尚的世界观》 《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 这两本呢 都是真自动书写的作品 下面两大本 《未知的实相》 第一卷和第二卷 1977到1979年 在这中间呢 真还写了其他的一些书 包括《灵性的本质》 或者说心灵的本质 《The Nature of the Psyche》 《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 1981年 也是重头作品 下边是 《梦进化与价值完成》 第一卷和第二卷 这两本成书的时候呢 已经是真去世以后的事情了 去世以后呢 他的先生 罗伯百姿呢 一直不断地在把真的 各种资料 一直在整理出来 后面呢 还有梦与意识投射 神奇之道 和健康之道 从时间顺序上呢 健康之道是 真写的最后一部作品 下面呢 我们来摘录一些 网上的文字 我们来了解一下 作者真罗伯兹的生平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也会了解到 塞斯资料的 他的成书的背景 他的影响 还有诗人的评价 真罗伯兹呢 是在美国出生 1929年到1984年 他是美国的作家 诗人 林梅 与一个自称塞斯的人格通灵 他出版的塞斯书籍 以塞斯资料之名 文明于世 奠定了他在 超长现象领域的 领先地位 耶鲁大学图书馆的 手稿档案部 藏有一份标题为 Jane Roberts Papers的档案 记载着 罗伯兹的生涯与生平 内涵日记 诗集 通信 影音记录 和其他在他死后 由其丈夫 乃至个人团体捐赠的资料 早年生活与生涯 罗伯兹出生于 纽约奥尔巴尼的 一家医院 成长于附近的 萨拉托加温泉市 父母戴勒梅尔 胡贝尔罗伯兹 和玛丽伯多 在他两岁的时候 就离婚了 年轻的玛丽 带着独生女 投靠父母 栖身于父母租借 多年的房屋 这间位于 萨拉托加贫民窟的房子 还住着另一个家庭 1932年 玛丽患上早期 类风湿性关节炎 但仍尽力工作 与罗伯兹 有着共同神秘经验的祖父 约瑟夫伯多 无力再照顾两人 因此 他们一家人 必须依赖公共资源度日 1936年 罗伯兹的祖母死于车祸 一年祖父搬离住处 这时 玛丽已经开始无以为继 于是 福利部开始 给母女俩提供临时帮助 后来 玛丽久兵在床 真扛起照顾母亲的责任 包括煮饭 清扫 拿便壶 夜间起床 为暖炉 添加燃料 优愤的母亲常告诉真 她打算在夜间打开瓦斯 让全家同归于尽 真说 我妈妈真是贱妇一个 但她是充满活力的贱妇 她第五次自杀 便服下了大量安眠药丸 然后就送医了 我去找福利部的女职员说 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我一定要离家出走 玛丽不止一次告诉真 说她不是好女儿 说生女儿让妈妈生病 所以她要跟女儿断绝母女关系 母亲对她持续的精神虐待 让小小年纪的她 害怕被遗弃 这种情况让真更没有安全感 但也同时学会了独立 因为她觉得不必再依赖母亲 真在十岁前 一直患有结肠炎 进入青春期后 她又患有甲状腺机能低下的问题 她的视力极差 必须戴一副 度数够深的眼镜 真于1940年大部分时间 和1941年半年时间 被收养于纽约特洛伊市 一所严格的天主教孤儿院 当时她的母亲 则在别的城市治疗关节炎 牧师们定期拜访 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 并给予必要的支持 真起初因缺乏温馨的养育之家 因而对这类习俗宗教 怀着强烈的信心 然而珍早期某些诗作 透露轮回的观念 受到冒犯的牧师 则一把火把她的书烧了 她很自然地害怕仪器感 而她的好奇心和能力 都让她得以应付那些观念 在这之前 这些麻烦的资料都相对不完整 她曾有一段时间 周旋于不同信念之中 1945年夏天 16岁的珍开始在一家杂货店工作 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秋季 她仍在放学后 继续在杂货店打工 偶尔也在星期六上工 在上过几所公立学校后 珍于1947至1950年间 就读于Skidmore学院 祖父在她19岁的时候过世 对她打击很大 此时她开始从宗教 转向科学 这时珍开始跟一个 叫做沃特的男子来往 并相约骑机车前往西岸 拜访珍的父亲 沃特和珍最后结婚了 近三年同住 她后来发现 她为了公爱人沃特读书 而在收音机场工作 但镇上每个人都知道 她根本没有到学校去 1954年2月 珍认识了前广告设计师 罗伯特百姿 她俩在一次派对上 第四次见面 而且没有约会 珍只是看着她说 你都看到了 我已离开沃特而去 我要么单身一人 要么跟你同住 告诉我你要选择哪一个 1954年12月7日 珍与罗终于结婚 她的著作种类繁多 有诗 短篇故事 儿童文学 非小说 科幻小说 幻想作品和各类小说 30岁时 她与丈夫罗伯特 开始记录 从一个叫做赛斯的人格 传递过来的讯息 并写了很多相关书籍 赛斯资料 1963年晚期 住在纽约州 埃尔麦拉市的 罗伯兹和百兹 开始以通灵板 作为研究 超感官知觉的工具之一 而罗伯兹则撰写了 一本相关书籍 根据罗伯兹和百兹的说法 他们于1963年12月2日那天 开始接收一连串 来自于男性人格的讯息 而后者最后 则表明自己叫做赛斯 不久之后 罗伯兹说 他不断在脑海中 听到这些讯息 于是他放弃通灵盘 转而直接将听到的讯息 记录下来 罗伯兹描述 书写赛斯书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出神状态 他说 赛斯会控制他的身体 并透过他说话 而他的丈夫 则将他所说的话 记录下来 他们说这些记录 是聆讯或课 据传 罗伯兹也利用打字机 进行自动书写 来与许多已过世的人通灵 获取有关世界观的知识 包括哲学家威廉詹姆士 和印象派画家保罗塞尚 直到罗伯兹于1984年 过世前的21年间 他都会定期进入出神状态 在课堂上 以赛斯的身份说话 百姿充当速记员 将听到的讯息记录下来 并在一些课上 让其他人当场录音 赛斯通过罗伯兹 传来的讯息主题广泛 内容大都是独白的 这些资料后来以赛斯资料 The Seth Material之名 由Prentice Hall出版 多年来 数百人见证赛斯说话 有些人在晚间参加 罗伯兹主持的ESP课程 其他人则参加长期课程 在课后 罗伯兹也私下对个别写信 向他求助的人上赛斯课 对于这些课程 他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不过在为数5至40人的 ESP课程中 他还是会向学员着收 2.5美元到3.5美元 不等的费用 等到赛斯资料的销售情况 转好 他就取消了费用 罗伯兹出版的赛斯课书籍 几乎都是1967年至1982年期间 每周一和周三晚间 没有任何见证者的私人课 1969年出版的赛斯资料 是罗伯兹的通灵记录 以该要的形式出版 1970年1月 罗伯兹开始将从赛斯那里 听来的讯息撰写成书 罗伯兹宣称 他的灵媒身份 就是这些书的作者 除此之外 并无其他作者 这一系列的赛斯书 共有十册 最后两册 似乎因罗伯兹的病情 而未完成 百姿为所有赛斯书 编写了大量注解 附录和其他评语 自然也就成为 赛斯书的共同作者 这些附著有罗伯兹和百姿自己 在赛斯课期间的议事 以他们阅读过的 当代信仰和资料的观点 对赛斯讯息的评论 对摘字追随者 和赛斯评论家的信件的评述 到了1982年2月 他们仍旧从各方读者那里 收到每周30至50件的信函和包裹 一些罗伯兹早期和晚期的诗集 也出现在信中 简明地透露 他对赛斯的概念 罗伯兹也写了《超龄7号》 The Oversight Seven三部曲 以小说的形式探索 赛斯在轮回和超龄方面的某些教导 根据罗伯兹的说法 赛斯人格形容自己 是不再聚焦于物质的能量人格元素 独立于罗伯兹的潜意识之外 起初罗伯兹怀疑赛斯的来历 猜想他可能就是自身人格的反应 赛斯附体时 罗伯兹有时显得冷峻 有时显得快活 或有教授风范 他的腔调一般来说是独特异变的 尽管有时也会显得模糊男人 据说灵媒艾德加凯西 于出神状态时会用古代的句法说话 且内容含哄不清 罗伯兹跟他不一样 当赛斯上身时 他的句法风格现代而内容清晰 赛斯书不断传出 但并不与早期的内容相矛盾 这些书有的还附有练习元素 以便读者知道如何亲政赛斯的一些概念 赛斯评论了一些当代世界事件 例如规亚纳琼斯镇的死亡事件和三里岛事件 赛斯也提出不一样的创世神话 取代传统的大霹雳学说或智能设计论 1971年11月 罗伯兹的父亲过世 享受68岁 母亲则于六个月后相继过世 亦享受68岁 1982年年初 罗伯兹因严重的甲状腺功能抗净症 住院一个月 并同时患有诸多病症 眼球突出 双重视觉 听力几乎丧失 轻微贫血 入疮 而且还在院内感染葡萄球菌 后来他的病情稍有好转 但还是于两年半之后的1984年过世 他长期患有严重的关节炎 跟母亲一样 折磨了他大半生和生命的最后一年 大约有15年之久 百姿一直相信 至少罗伯兹的心理状况 远比怀有患病倾向的肉体还来得重要 用那些话说 是更具损害性的 罗伯兹的死被挚爱地记录在健康之道 The Weight World Health里 而百姿则继续他守护赛斯资料的工作 监督一些余下资料的出版 包括早期课 The Early Sessions 并确保所有跟赛斯有关的记录 手稿 笔记 图画等 保存在伊鲁大学图书馆中 百姿再婚 其第二任妻子劳拉 在他们超过20年的婚姻当中 支持她的事业 2008年5月百姿过世 但那协助带给世界的道理的那股活力 仍旧意义生辉 许多团体将赛斯的语录编辑成册 概括其教导 发行录音带版的赛斯课 并继续开课 或在既有惯例中 宣扬赛斯资料 接受与影响 赛斯对新纪元思想家的影响力极为深远 出版于1994年的 个人实相的本质 The Nature of Personal Reality Assessed Book 在标题纸套外 即印上了一些新纪元重要思想家 和各方作家的推荐语 马里安娜·威廉森 迪帕克·乔普拉 萨克蒂·高文 丹米尔曼 路易斯赫 理查巴哈 帕米拉·克里伯 和其他相关人士都表示 塞斯资料 启发了他们的灵性 威廉森也下了类似的结论 塞斯是我的第一批 行而上学老师中其中一位 他源源不绝地 为我的人生提供知识和启发 芝加哥大学 美国宗教史教授凯瑟琳·阿勒本尼斯 在1970年代指出 塞斯资料开启了 美国全国上下 关注通灵趋势的纪元 他相信 塞斯资料促进了 新纪元运动自我认同的发展 而且还扩大了他的阵容 约翰·纽波特 研究新纪元思想 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指出塞斯资料的中心思想是 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 简言之 我们的信念产生 驱动记忆和组织联想的情感 那些信念最终都会在 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健康状况中 获得实证 纽波特写道 新纪元的这一根本概念 首次出现在塞斯资料中 布拉德里大学的宗教学教授 罗伯特·夫勒指出 塞斯人格填补了心灵引导的角色 他称之为 非教会的美国灵性 其主题涵盖了 轮回 夜报 自由意志 孤单行而上学的智慧 基督意念 一些作家注意到 身为夫君的罗伯特·百兹 承认塞斯的想法和各类宗教 哲学乃至神秘教义之间 都存在相似性 这些思想从近东 中东到远东 例如 我们的确读了一些佛教 印度教 禅宗 道教的资料 更不要说萨满教 乌独教 和奥比乌术了 晚近的物理学家 迈克·塔尔巴特写道 我感到惊讶的同时 掺杂着些许烦闷 我发现赛斯对实相观 变才而清晰地解释 只有在我下了极大的努力 和对超常现象 及量子力学 做了广泛的研究之后 才能达到 批评 查尔斯·厄普顿 在他题为 狄基督的系统 的批判专辑中断言 罗伯兹的多重人格 实则源于 对死亡的恐惧 他认为 赛斯资料 不过是起因于 对基督教 和东方宗教的误解 心理学家 兼超心理学批判家 詹姆斯·安勒卡克 认为 赛斯资料 这所有的一切 仅能被当作 不值一审的东西 这处骗局 显然需要 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才干 但我们又无从分辨 那到底是骗局 还是潜意识的产物 总之 鉴于这些情况 实无必要考量 超自然力量 介入的可能性 赛斯哲学 远比传统的教会权威 上帝与造物二元性 一生定功过 耶稣中心等体系 还要来得复杂 但又不与他们一致 这些都引起一些 基督徒的非难 许多牧师警告信徒 要提防罗伯兹等人 通灵讯息的 危险性和欺骗性 赛斯资料 被某些领域的 圈内人认为 是一本完全 由魔鬼写的书 一个女人听魔鬼的话 然后写下她 当然 就上帝启示来说 她摧毁了一切真理 不仅如此 她还是魔鬼附体的证据 真罗伯兹的赛斯书 是反天主教的憎恨之书 借由媒体传播等影片都说 赛斯是一个从地狱来 通过通灵版显现的魔鬼 罗伯兹死后 还有人宣称通灵到赛斯 在第一本记录赛斯话语的 赛斯如是说 Sayspeaks的序言中 他说道 为了维持资料完整 通灵只会透过鲁伯而进行 鲁伯是赛斯为真取的名字 在赛斯资料中 真罗伯兹写道 很多人告诉我 赛斯借由自动书写 跟他们接触 但赛斯都全数否认 至少有一个人曾宣称 通灵到赛斯 下面是真罗伯兹的著作集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从1956年开始 真罗伯兹可以说是笔根不错 1966年之前 都是他自己的个人作品 从1966年开始 他的大量的书籍 都是和赛斯资料有关系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 How to develop your ESP power 这是如何开发你的超感知能力 还有后边的一系列的书 这个列表就更全了 下面是一些 其他人撰写的赛斯书籍 这里边有一些书籍 我们听说过 我们连载过 Rick Stack的 Out of Body Adventures 30天学会灵魂出体 还有Nancy Ashley的 赛斯修炼法 心灵探险 也叫赛斯心法 里边有四十几个 赛斯书里边提到的重要练习 这边有四十几个